记者李雅文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下午2点到访旦税区,了解已经鉴定为海沙屋的东来大厦现况,该案为成年就案,私人产权对于重建共识持未有进度,新北市长朱立伦八年仍未有突破性处理,侯友宜允诺上任后将积极处理,地方李长李宗采则现场提问, 我希望侯副市长能够说明你跟八年朱市长有什么不同,东来大厦位于捷运淡水站旁,去年复发生骑楼承受不了车子重量瞬间塌陷意外,过往也有零星外墙剥落杂落状况,由于住户对于拆除重建意见尚未百分百同意,正合,新北市政府扮演从旁辅导角色, 但水去幸福里长李宗采也是东来大厦住户,他无奈地说,对于这个案子很无奈,说到这儿也感到可耻,针对东来大厦位楼拆除重建问题,十多年来已经开会至少五十次以上,问题直到现在仍在,希望侯友宜可以跟住户说明,解释,即将和八年朱立伦做法上有什么不同, 现场住户令也提到,由于需要百分百所有权人同意拆除重建,目前尚有二户因为继承问题让东来大厦案子未有进度,期待侯友宜当选市长的话可以专案钻钱,让这个案子有法规松绑的可能,令也有住户提到, 微楼拆除重建过程中的住户安置中继站会是最大问题,判侯友宜针对这部分应该提出具体可行做法, 侯友宜强调,都更衷政府必须担负主导责任,兼顾居住安全,公共安全,居住正义,当选市长的话,会更有效率地去解决困境, 针对该案,既然政府要扮演积极角色,会考虑用个案处理方式,利用策略性都更,调高级阵容机去让施作者有诱因,既然对建商有诱因,在建商有合理利润下, 终极战抗能否用租金补贴方式处理,我们会重新去了解问题,看可以怎么样让案子往前走,规划定个专案,密集地推动, 侯友宜对于都更一题提出都更三件,竞争对手质疑其为何过去八年不做? 侯友宜受访时表示,这段时间新北市政府也不断地推动都更,我们,当选的话,希望可以,对都更,采取更不一样的思维跟策略,好好的把事情做得更好。